记者郑伟齐台北报道,台铁局去年庆祝成立130周年铁路节, 及与日本JR四国旅客铁道诸事会设签署友好铁道协定一周年活动, 分别以八种台湾铁路经典车款与车站一项, 彩绘一列Timer 2000型普悠马列车, 及一列JR四国8000系列车涂装的EMU800型区间车。 台铁局表示,两列彩绘列车将于5月20日最后巡礼, 在5月21日恢复原有面貌,台铁特别公布接下来几天的班次运用。 这二款彩绘列车在全线电话路段行驶, 以不预告的方式出现,不过在撤除彩绘前, 台铁局特别公告这两款彩绘车5月18日至5月20日班次运用。 JR四国8000系彩绘列车明日开行依序为1113车次基隆, 苗栗,1144次苗栗, 基隆,1175次基隆, 七堵,4236次基隆, 瑞芳,1261次瑞芳, 新竹,19日为1124次新竹, 基隆,1151次基隆, 新竹,1182次新竹, 瑞芳, 1211次瑞芳, 新竹, 1242次新竹, 基隆, 1271次基隆, 七堵, 1256次基隆, 基隆, 20日为1113次基隆, 苗栗, 1144次苗栗, 基隆, 1175次基隆, 七堵, 4236次基隆, 瑞芳, 1261次瑞芳, 新竹, 130周年彩绘列车接下来明日起一连三天, 都行驶树林, 台东一往返, 分别为明日406次树林, 台东, 431次台东, 树林, 19日422次, 445次, 20日406次, 431次,